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7月17号 星期一 今天这个是日本三联休的最后一天 很久很久没有三联休了 应该说这个海之日这件事情 这海之日详细的我待会会聊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来聊海之日 但是就是说海之日这个假期 我觉得对日本人来讲算是一种救赎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整个六月都没有假日可以三联休 所以从五月的黄金周之后的下一次 你可以放到三天的廉价 就是海之日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我这节目上一次在聊到那种放假的日子的时候 是黄金周 然后不知不觉呢 两个月过去了 然后现在是海之日 这两个月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熬下去的 一点点假都没有 就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了 那日本的假期呢 其实都陆续的调整到了礼拜一或是礼拜五 那原因就是因为呢 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廉价 所以说比方说像这次的海之日啊 它本来呢也是一个七月二十日吧 然后它就把它改成了第三个星期一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呢 如果它本来不小心掉在礼拜三礼拜四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放出廉价来 它就把它调整到礼拜一跟礼拜五 你就可以廉价 那但是呢 它也相对应的出现了另外一个小缺点 在上次呢 我在聊黄金周的时候呢 有跟大家有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有一天 前一天是放假 后一天也是放假的话 那么这一天日本就会让它放假 那也没有要补假这件事情 就是放假 所以呢 原本如果说海之日 它可以落在礼拜二或礼拜四的话 其实可以多赚一天啊 那现在它已经固定就放在礼拜一了 你也没有多赚的机会 那放假这件事情 真的是每一个国家 它所制定的政策都不一样 所以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也很难说啦 好 我们今天先来回复一下QA 这个OBJBOS 这个福建道合神社办日游 刚好暑假要去大阪自由行政 返岛京都的一天要怎么安排 谢谢研究生这两天的分享 对 因为我那一次刚好就聊了 这个福建道合神社 蛮有趣的 我本来其实只想聊一集 结果呢 聊完历史之后发现说 发现这个历史真的是蛮精彩的 太多可以讲的 结果最后呢 我就决定另外开一集 专门来聊说 怎么去玩福建道合神社 京都的系列呢 其实我也会慢慢出啦 大家不要急 有人问我说 那金阁寺呢 清水寺呢 我们这个节目如果要日更下去的话 可能一桌要做好几年 我今年全部都聊完了 后面要怎么办呢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不过就是我还是尽量的想要让节目稍微平衡一点 就是包括说 找来宾来上我的节目啦 我的目标是一周两次啦 可以让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跟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聊的题目 那还有一集呢 是昭和时代嘛 那另外我还要聊一些趋势性的东西啊 还有聊一些就是旅游类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耶 就是把自己弄得好忙喔 现在好像一周五根都可以把自己弄得好像很满的样子 更何况之后可能我又会减少 比方说五根改成四根之类的 不过这之后的事情啦 我们来看下一则 RINGOISRED QA拜托加强一下 听完横滨这集只觉得听了一个空虚寂寞 想知道来宾为什么居住在横滨 横滨居住的优缺点是什么 横滨的特殊性是什么 这些基本款的问题都没有听到 只感觉研究生一直把横滨导向乡下地方 还问了连锁店是不是跟中金一样 这类毫不重要的问题 我是日本迷 想知道更多关于日本的人情风俗 如有请到相关来宾 现身说法实属机会难得 但麻烦研究生编排一下QA 永浅入深让大家更理解横滨 也理解来宾上节目的最后性 谢谢你的这个回复 我看完你这回复之后 我还找了电通稍微聊了一下 问他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应该是都有聊到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 邀请一些不同的人来聊 他的生活习惯 以及他住在哪里的感觉 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讲 算是一个蛮实验性的小单元 这个实验性质 当然可能每个人对他的想象不太一样 其实这个单元 我一直都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做 但我还是想要去试试看的原因 是因为 这么说 如果大家住在台北 你如果找五个住在北头的人 来跟你聊北头 可能五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有些人在北头是自己开公司的 所以他可能一直都待在北头 也有可能他本身住在北头 但是他每天一早 都要通车到象山站附近上班 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在同一个居住区块的人 他们的生活形态不一样 可能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 他可能会特别熟悉那一个城市 也有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又或者是说依照他的喜好 他熟悉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我的目标是 就算是同一个区域 我也有可能会找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来聊 大家或许可以听到 不同的人聊神奈川线 不同的人来聊横滨 你会觉得说 有一种补齐的感觉 对那边有更多不同的想象 所以这个也是 我比较不太给来宾压力的原因 那横滨有什么特殊性的事情 或是观光类的 其实我们会在别的节目聊 但是那一个人在横滨怎么生活的 我会尽量的让他去分享 他生活的感觉 这个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其实我也有放在心上 我也希望说 这个小单元可以让大家 有一些不同的生活感 稍微再多样化一点 那不管你是现在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你可能都会对于日本的生活方式 有不同的想象 有些可能符合你的生活形态 有些不太符合 好 再来这个是 NIC093 WESTY MIYAKO KYODO 我也是十几年后 在这个樱花季回去 这饭店做了两晚 实在非常厉害的老饭店 有万豪会员 或者预算够的话 真的大推 但目前的价格 也是真的非常不便宜 我跟你讲 这个饭店真的大推 没有听到这集节目的人 可以回去听一下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真的这个价格 现在也是居高不下 去住这饭店 就是会有一点点小犹豫 你可能在饭店里面 会不太想走出门 因为饭店实在太舒服了 好 再来 这个是Lai Wei Shang 在日本玩的时候听 人在大阪地铁上 听这个节目 很有沉浸感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你在日本玩的时候 听日本大特收 会不会有一种 你真的就在日本生活的感觉呢 这个是历数 你也前面闲聊越来越长 要闲聊 请讲完主题再说 哇 谢谢你的建议啦 不过这件事情 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 稍微说明过了 就是说 我还是希望说 这个节目的格式 就是有一点点 像大家在听广播的感觉 并不是说一进来 毕竟这个听Podcast 我不太希望整个资讯的含量 高到太高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每天大家听的时候呢 也能够比较放松的 进来这一个节目 然后有点像在听广播 然后跟你聊一下 最近的生活 东京的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 深入一点的东西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聊海之日 海洋的日子啊 为了海而放假一天 这件事情听起来 实在是蛮浪漫的 那其实不只是 日本有海之日 很多国家都有海之日 我们就来聊聊 海之日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节日呢 聊到日本的海之日啊 现在基本上 它是设定成 每个七月 每一年的七月的 第三个星期一 就是海之日啊 那以今年来讲 就是今天嘛 七月十七号 星期一是海之日 其实海洋这件事情 对日本来讲 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大自然哦 你知道日本 就是一个岛国国家嘛 所以呢 你会看到有四个大岛啊 就是本州啊 北海道啊 九州啊 四国 基本上就是一个 被海洋包围的 一个地方 然后其实呢 整个陆地上面 也有山哦 所以对日本来讲呢 山的文化 跟海的文化 其实都相当的重要 如果去看一些 日本的日剧啦 或者是一些 以前的历史故事啦 大概都可以感受到说 海洋这件事情 对日本来讲 是有一个非常崇高 尊敬的地位 那所谓的海之日 基本上不是只有日本有 其实你世界上各个地方呢 很多都有海之日 像是加拿大啊 英国啊 美国啊 西班牙 就各个地方都有所谓海洋的日子 我待会会跟大家来聊一下 全世界的海洋之日 是什么样的日子 不过我们现在聊日本的部分 日本的海之日呢 其实是从1996年的时候 才开始正式实施的 以日本所有的假期来讲呢 应该算相当相当的新哦 就是说 到了1996年 才开始正式要放假这件事情哦 那为什么要放假呢 那当然就是感谢海洋 然后也希望呢 这个海洋国家的日本啊 能够越来越繁荣 经济越来越好 然后能够朝好的方向 继续前进 那这一天其实一开始呢 并不是定在每年7月的 第三个星期一 它是定在7月20号 这个20号的海之纪念日 7月20号 为什么会被定为海之纪念日呢 其实这必须要去回溯到 1876年明治9年的时候 明治天皇 他那个时候在东北巡视 然后呢 他就乘坐到了 这个灯塔的巡视船明治晚 那这个明治晚 他巡视的时候呢 从青山经过韩馆 回到横滨港的那一天 就是7月20日哦 所以也有很多人呢 聊到海之日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一天 某种程度也是纪念 明治天皇的一个日子 所以说海之纪念日 是从1876年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一直到了1996年的时候呢 才开始放假 然后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 2000年这一年啊 我上次在黄金州的那一集 也有跟大家聊到说 很多日本的假期 都是从2000年的一次大调整 就被移到了星期一去 那先到星期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快乐星期一制度啦 希望说这个Monday Blue的日子 能够稍微减少一点点 不过你知道Monday Blue没有了之后 星期二也是会不路的 尤其三天放完假之后的 那种不路的心情 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吧 我这么觉得啦 那这个快乐星期一的制度 开始实施了之后呢 2003年海之日就开始 适用这一个制度 一直到今年已经是2023年嘛 已经20年了 都是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来放假 那基本上呢 因为在日本7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被定为海之日 那大家就会希望说 不要忘记海洋的意义嘛 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会在这一个月执行 在2017年的时候呢 日本更把它扩大为 整个7月啊 都是海之月 你如果呢 去看现在的东京铁塔 每个星期一的特殊点灯 其实就是海的蓝色喔 今天是海之日 又刚好是星期一 欸有没有觉得 非常非常的应景呢 你如果现在在东京的话 赶快冲出去外面 欸不对啦 白天听的话不用冲啦 晚上的时候呢 可以去看一下 东京铁塔 晚上今天的特殊点灯 会是蓝色的灯 那基本上整个海之月 从7月1号到7月31号 整个月呢 在日本的各地 都会举办所谓的海洋节的活动喔 那这个海洋节呢 在2019年的时候 在静岗举办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就是海洋综合展喔 它不是只是纯粹的庆祝海洋 它其实呢 还有各式各样海洋相关的团体啊 在这边去展示了一些 海洋环境的研究之类的喔 哇这个特展就是你知道结合了研究 以及一些大家的体验 全部混在一起的一个展览 像是海洋气象观测船啊 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啊 各式各样的船只都会停靠 所以你也可以去看到 公开的沉船体验活动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活动啊 就是海之日的明谷屋港祭喔 就在今天7月17号举办喔 也是一个超大型的活动 那这个祭典的压轴呢 就是在明谷屋港举行的烟火大会喔 这个烟火啊灯光啊 建筑物跟船只喔 会全部一起照亮星空 然后这个大型活动呢 在2020年到2022年的疫情的 这三年都取消了喔 所以今天晚上喔 这个明谷屋 如果你刚好在明谷屋的话 赶快去看看烟火吧 这算是这个海洋祭典 这个睽违三年的一个非常大的花火大会 以及庆祝海洋的活动 好我们聊完了这个日本的海洋之日啊 我们也来看看全世界 还有哪些地方有海洋之日喔 首先就是联合国啦喔 那联合国的海洋之日呢 其实是6月8号喔 这个世界海洋日呢 是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鲁 所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喔 这个地球峰会 他们所决定的喔 从那一天开始呢 就是以一个非正式的海洋日的方式开始实施 但是在了2009年开始啊 他就正式的被列为联合国的纪念日 每一年呢 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主题喔 让大家来思考海洋跟人之间的一些意义在哪里喔 今年的主题啊 是潮流正在改变 我讲的是真正的水里面 海里面的潮流喔 不是在讲我们流行趋势的潮流喔 那加拿大呢 也有海之日喔 加拿大的海之日呢 也就是跟随着在这个联合国的世界峰会里面 所提出来的概念 6月8号设定为海洋之日 加拿大最大的水族馆 就是温哥华的水族馆呢 每年在6月8号的时候呢 也会办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喔 毕竟它是一个超过了5万只水生生物的一个水族馆 也有办一些研讨会啦 摸摸海洋生物的活动啦 等等的喔 那英国呢 也有海之日 英国的海之日呢 也是跟加拿大一样喔 顺着世界海洋日 定为6月8号 英国跟日本一样是一个岛国 所以他们对于海洋这件事情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尊敬喔 在2019年的6月7号啊 就是海洋之日的前一天呢 伦敦的希斯洛机场 被认证为世界上第一个永续经营的海鲜机场 哇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称号喔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称为呢 因为他们在整个机场里面的 5个航站里面 所有的餐厅喔 他们的采购呢 都会去把它建立一个 永续经营可追溯的供应链 那这个供应链 是由国际组织所认证的 所以他们也在隔天的海洋之日喔 在机场办了这个活动喔 海洋跟海鲜 这两件事情 好像是不是也是绑在一起的呢 那美国呢 也有海之日 不过美国的海之日呢 不在7月也不在6月 是在5月22号 是他们的国家海洋日 这个日子呢 是1819年啊 乔治亚州里面的赛凡纳尔号 他们第一次使用了蒸汽 推进到横渡大西洋喔 所以说美国各地的港口跟城市呢 都会在5月22号 这一天纪念 然后去举办活动 不过以美国的国家海洋日呢 最主要还是以海军 跟联邦政府他们所主导的喔 他们也一样非常在祈求海洋 跟国家的安全的日子 所以他们同时呢 也会悼念一些殉职的船员 然后也祈求未来的平安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海洋之日呢 是西班牙的海之日喔 如果你跟我一样 非常喜欢玩这个 大航海时代的游戏的话 应该跟我一样就是 葡萄牙跟西班牙的港口 都熟到不行了吧 那西班牙的这一个海洋之日呢 是7月16号的 海之守护圣母圣卡门之日喔 每个地方的村庄 尤其是在渔村啊 都会在这一天举办祭典 最有名的是在西班牙的 西北部的渔村康巴罗 它有一个非常传统的祭典喔 所有的船只呢 都会被花跟旗帜给装饰 那这些装饰上面 也会放下这一个圣母的像喔 你知道在那个 所有的渔船里面的 最前面放一个像 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保护的象征喔 你知道以前我在往 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我还要去搜集 各式各样的像 把它放在前面 在航海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的顺利 像是在纽西兰啊 韩国菲律宾啊 也都是有各式各样的海洋日喔 我稍微查了一下 台湾的部分喔 在海洋委员会呢 其实也是有 订定6月8号是国家海洋日 不过只要没有放假 是不是大家其实 对于这个日期都 不是太重视呢 放假真的是有效耶 不过台湾好像 比较没有这一个系列的节日 山之日啊 海之日喔 这种关于大自然的节日喔 所以好像在放假的途中 去庆祝自然的日子比较少 人文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啦喔 但是台湾也是一个 被海所包围的岛 对不对 是不是也应该来 纪念一下海之日呢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日本大特首 跟大家聊了 这个海之日 除了日本之外呢 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 每年都有一天 特别来纪念 海洋的恩赐 大家如果在日本的话 去看看海吧 然后也可以去参观一下 如果你刚好在 金刚跟名古屋 也可以去参加一下祭典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 这一个美丽的宝藏吧 我们这一节 日本大特首就到这边 别忘了包按下午新好评 追踪研究生的脸书上IG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